因為隨堂說 他沒有面對我騙了三十公分 的話我整個死理是很像 他這個小朋友 可以往声乐方面來拍 真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 啊啊啊 阿有沙拉美的 三堡 陸起 隨堂三十公分隔音 遭鄰居起點還擊 吳宗憲什麼小魁 小朋友渴望聲樂發展 靜靜敲醒沉睡的心靈 慢慢張開你的眼睛 隨堂一家五口去年六月搬進大執心家 卻被樓下鄰居指控放任孩子製造噪音 報警處理過兩次噪音問題 但當時五人硬門警察也束手無策 為什麼樓上又沒成音啊 什麼 又要滾在海裡 你請我們來 其實就算是一個存證 你一通告他這個也算是一個證據 雙方溝通多次畏國 最後因為隨堂一句 你們就跟著早點起床囉 鄰居立刻爆炸開機 而隨堂這間138坪屋林30年的樓中樓 看似隔音打妹 原價70要1.4億 握選後才以8250萬元成交喔 做錯事才需要說對不起 我不需要 7號晚間隨堂PO文回應 家中裝了30公分海綿隔音 但鄰居要求沒有終點 那段警察敲門的影片 我們沒有不開門 而是根本不在家 因為我們去花蓮過年了 樓下鄰居來溝通 只要得不到期望的回應 便會說我認識很多媒體 還曾因為覺得樓上太潮 就帶著狼頭上樓罵前無阻 某次遇見樓下鄰居太太 她直接對著孩子說 星期天不要早起 因為她習慣玩起 阿隨堂當下也憤怒表示 無法控制孩子假日醒來的時間 或是你早點起床呢 刮糊結果被斷章取義了 有哪一句是謊話嗎 Butt犀利人妻拱手交換 樓下鄰居再度以7點回擊隨堂 澄清毫無媒體資源 只有正常投訴管道 否認曾跟管委會反應 社區噴水池聲音太吵 曾持狼頭嗆聲前屋主 完全非事實全貌 否認曾對隨堂家庭成員咆哮 只有勸導質疑隨堂稱1月18 在花蓮旅遊 但當天聽到極大噪音 經警衛溝通還被嗆聲才報警 1月18當天有新聞顯示 隨堂出席首映會 要求他公布旅遊單據佐證 質疑隨堂兩次調解停均不到場 其臉書發文跟事實相差甚大 不排除提出加重誹謗以正視聽 去年剛在新店買房的吳康仁 8號出席記者會時 被問到新家是否有裝隔音設備 那有裝隔音的 我家是鼓動的 我不會找人 這個不能多說什麼 人家的事情 跟最親密的人生活 都有什麼習慣的問題 更何況是你不認識的人 所以 大家的習慣需要磨合 所以才需要有管理委員會 這東西 所以你是前面的人嗎 我是那種很好睡的人 所以 住我樓上跟樓下的人 應該都滿好的 你可以繼續吵 千金買房 萬金買零 我們那一棟的住戶 幾乎可以算是台北市的水準最高的 因為整棟都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珍惜這些鄰居 育嬰室裡面 可能用著海綿 稍微把它隔音做起來 就OK了 因為紫維唐說 他們已經有變了30公斤 可是鄰居還這樣嗎 他這個小朋友 可以往聲樂方面來搭 真的 我也是這麼覺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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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snk 哇 為什麼 啊 啊 不